每年的清明節前後 八卦山脈都會有大量的 灰面狂音等候鳥經過 南樓市公所今年在天空之橋 舉辦姻緣聚會 賞音觀光季活動 邀請鄉親一起來賞音 而在賞音之際 也請民眾不要大聲喧嘩 以免打擾落鷹棲息地點 每一年的這個時間 清明節前後呢 都有我們的灰面狂音這個老鷹 會從西伯利亞回來 南內錄音 那麼他們要來這邊 然後呢要回到他們家鄉去 我們有很多的候鳥會經過 那包括有大關鳥 灰面狂音這些候鳥 那所以我們特別選在 我們天空之橋 這邊辦賞音機活動 那希望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可以趁這個機會 來我們天空之橋看老鷹 賞老鷹的話 我們要注意的事項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盡量保持安靜 那老鷹的話 他以我們在天空之橋這邊的話 是在橋桶那邊就可以看得到 還有一些在地流鳥 基本上我們只要不要大聲喧嘩 然後安安靜靜的看老鷹就可以了 議員張維華 對嗓音活動十分推薦 也希望能夠多安排 國中小學生到此嗓音 不但可以觀賞到 灰面鳩的音質 也宣導生態保護愛護大自然 我們今天又是來到我們一年一度的這個賞音活動 在我們赤腳精靈八卦山這裡 我們看到這個在差不多三月四月左右 灰面鳩在我們八卦山要望這個山上的時候 只要晴天 早上尤其是清晨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灰面狂音在這裡來飛翔 那我們希望說在這個教學的過程中 能夠帶小朋友 這個國小國中同學 能夠一起來到這裡來賞音 南投市永興社區賞音平台 及福山社區天空之橋的八卦山之高點 是賞音的絕佳地點 到此賞音之際 沿途一三九線的景觀壯麗 美食眾多 期盼藉由賞音觀光季 帶動南投的觀光發展 賞音季開始了 歡迎全國各地的民眾來到南投賞音旅遊 我們購購一三九的店家組成的購購一三九的群聚 從北到南 有烘焙 有餐飲 還有手作餅乾 還有3D的特色產品的 漿的整個沐浴乳的系列產品都有 歡迎大家 我們一定會用最熱烈的心情來接待大家 我們希望在赤腳精靈跟八卦山結合 微熱山丘的這些活動 能夠一起來帶動我們的觀光人潮 我們知道現在目前 在一粒一休的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希望能夠持續的有觀光人潮來帶動過來 蕙明鳩大約在清明節前後 抵達八卦山台地或大渡山區上空 又稱清明鳥或掃木鳥 除此之外 還有大觀鳩 鳳頭蒼鷹 松雀鷹等大型流鳥 幾乎每天都會在八卦台地上盤旋 十分壯麗 歡迎民眾前來觀賞 民意新聞鄰家會 南投採訪報導 觀賞 吃辯 詞 如果 我們 賞